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灘韭菜炭灘韭菜 那現在時間下午的4點50分 那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的 副盤影片 第二部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從加登到鴻康 那應該是在10多檔 沒有數 我們就直接來看吧 就趕快看看這樣子 後來那加登的部分我們其實在 我不知道你要問什麼 不過 因為我們都是基本上全部 今天好像都會員問的啦 那這個我們之前都有放進去那個會員結果 3月16號3月20號嘛 所以說在這邊嘛 這16號可能沒有機會吧 所以說你 應該說有機會啦 如果說你能夠 在早盤的時候直接進場的話 那後來這邊也有一些機會 所以說其實有兩個機會 然後停損可能就抓 這可能差真的低點 那現在此時此刻 如果說你看到這個 漲 漲上來塞場追的人的話 那真的大可不必 如果說 手上有的話 那可能接近這邊壓力啦 470可能看自己壓力的話 稍微慢一點 或是之前提前賣都OK 反正呢 目前呢 個人是看470的一個突破 那 就剛剛看到嘛 這裡 這裡 都是機會 都是機會這樣子 那它是設備股 又回到我們第一部影片講的 設備股 就是有戲嘛 整個族群訓就是還不錯 後來大家看一下美食吧 那這個也 沒什麼特別 主要的原因是 這個就是一個突破嘛 這是一個突破 那突破之後拉過來呢 這個高點 對應這個高點 那 在上週五 就是回撤成功 對那我並不會去看說 啊這根是不是出貨什麼 之類的 我不太會這樣看啦 因為如果 如果說是它真的爆一個 很大很大的量的話 我倒覺得有機會 但是它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 回來而已啦 你把它當作是很正常的 一般的一個 K棒這樣子 所以目前的話 就是在上週五時候回撤過 回撤直穩過了 那 可能就是去防守 這個突破的 低點 那或許 就可以日前去做參考 對那這一層如果突破上去 剛好啊 如果說長一個 上去的話可能 Maybe 上一層的地方就是壓力啦 Maybe是這樣吧 興趣就自己 參考它吧 那我們看一下紅准 那紅准的部分呢 就真的 蠻複雜的 基本上 我是 這檔的話 我真的有點分析不太出來 不過我們之前是 這邊是畫這樣子啦 那之前畫是 畫62 所以 理論上來說啦 如果說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框 然後這邊框 反正畫面中這個好幾個框嘛 那框框框起來之後呢 可以發現說上禮拜 或許是指紋 或許 如果我畫對的話 但是其實我沒有那麼大的一個把握說到底是 畫正確還是 就是不正確 但是 如果說我在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我的內心會覺得說啦 這筆蛋就是如果說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有興趣 比如說我聽到什麼風聲 或是說我真的很喜歡它 那再說吧 不然的話我就會放棄它 目前先看這一層能不能夠去 防守住吧 因為就很簡單直觀的從前面去抓 那這邊是一個 大概畫給大家看吧 M頭嘛 下跌下來之後這邊做一個W 再上去之後再做一個M頭 再做一個W 然後沒辦法上去 就做一個 這邊是做一個很畸形的一個圖形 很畸形的一個圖形 那之後就直接下跌 那剛好是遇到 可是剛好遇到2022年的那一年 那一年是空頭年嘛 很慘的那一年 然後這地方打一個W 對然後反投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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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上噴 對 那剛好呢 抓到 蹭到這個他的 母公司 紅海的往上噴 那他也是順時往上噴 那目前這62版 大家算就是這樣 那 並不確定 OK那看一下 神達吧 那神達一樣在節目裡面就說 如果說你認為他兩根的這個低點 附近就是支撐的話 那就是我剛畫的那個51 那如果說你認為呢 他的這個 比如說大量的 也不是不能說大量 跳空上來這個位置 就是剛好比較符合 他前面這個位置 大概這裡吧 這裡啦 大概是49 到這個50 這地方才是支撐的話 就慢慢等 目前都還沒有到達 對所以我也不確定 那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要嘛 你就分批去做進場 當然這個分批並不是說 跌破之後還在分批 跌破這裡還在分批 跌破這裡就要考慮要停損了 跌破這裡考慮做停損 所以 一定是接近的時候去分批去做進場 如果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有興趣的話 而且不要 加倉的部分是頭重腳輕 這邊呢 先買個100萬 下面才買個30萬50萬 那是不正確 應該是這邊假設 顛倒過來嘛 這邊3050萬 然後下來再買100萬 類似的 這是類似一個 想法 對因為目前上方呢 支撐部分比較模擬兩可 有時候他會看 有時候他不看 對所以 這個真的很難說 但他 比紅準 還要有 那個想法在嗎 紅總之間也說 我不曉得 但這個 maybe他就是 利用剛剛的想法 分批買他 或者是說你自己的一些其他策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全新吧 那基本上全新 紅捷克 這兩檔 那兩檔其實跟著 所謂的奇蹟中壘之翼 長得很像 要長不長 那近期來說是這樣子 要長不長 然後呢 要跌也不跌 然後之前說 這個地方感覺上是一個突破 然後並且回撤 結果就往上破了 如果說你認為這個地方 或是說你在一點到一點半 這邊應該是非常有機會進場 然後最終被打停損 你可能守到這兩根低點 還是被打停損 所以目前的結構我認為呢 蠻亂的 雖然說這邊有看到一些明顯的 就是好像一個W 但 他感受上 拉到最高的 187.5這邊 當作是壓力 我覺得蠻合理 所以現在時此刻 他回到了一個 蠻討人意的點 這個點 那這個點呢 到底要不要考慮 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他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他的結構 蠻常改變 就一下 小支撐轉為 搞不好變成大支撐 但是轉為小支撐 只是他的結構一直變來變去 目前的想法 是這樣 所以現在回到支撐了 但是也忍不防 有可能也有跌到160 這有這種機會 所以說 如果說你認為支撐 就能夠進場 並且我是有辦法去抓到 所謂的 盈虧比好的 我願意做停利 我願意做停損 那 相信在每一個支撐 在現在時刻多頭 多頭格局 我都認為他是一個 有機會的一個 點 那再加上 如果 你在 認為呢 貴買指數是有機會做突破的話 或許很多都會再走出下一波 也說不定 給大家一個多方的信心 當然我自己也是 還要再觀察明天的那根K棒吧 觀察明天應該就是能夠知道說 貴買指數到底突不突破 那 我不曉得 因為這一周只有三個 交易日 OK 那看一下吧 這是聯羊 那聯羊之前說要突破這一層嘛 然後呢 這邊必須要 上去一天 然後卡住一天嘛 那他基本上只有 站住這一天而已 只有站上去一天嘛 就我們剛剛圖是長這樣嘛 那只有站上去一天 隔壁根直接躺下來 所以這邊不會有機會 那我們就是順勢把他壓力給再抬高 OK那在上週 上週五的話 Maybe會想要做進場 但是 如果說你真的做進場的話 你在尾盤做進場的話 你的成本會超高 你離這個 你離這個支撐有大概多個 2.5% 真的有點太高 理論上如果說尾盤拉這麼高 我基本上大多都會直接放棄 所以這個在我眼裡有可能我不會進場到 那他確實是支撐 但我可能就不會進場到 因為他的結構是長大 那下一層 有可能跌到這個地方來 有可能跌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大概162.5 對那今天被灌破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被灌破 明明就是IC設計嘛 竟然還會被灌破 那一樣啊 如果說你對他有興趣的人 我個人會認為 做破敵翻看看吧 如果這邊有破敵翻的話 那抵到這一層我應該是不會有興趣 因為 恩 恩 我個人看的大支撐是這一層 這層是小支撐 但不一定 這都很難說不一定 但目前的想法 就是這樣 我會等待這裡的破敵翻 那這一層 再多加考慮吧 好看一下這個 應該是比較冷門一點吧 這是什麼 也是工具機 OK那我好像沒有分析過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成交量 OK他成交量之前比較少 所以我就直接沒有看 200-300張有點少 那如果說結構走漂亮 其實還是OK的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戰權 他的 也是走的蠻 奇特的 不好分析 真的不好分析 如果如果是我的話 恩 這個真的是 不這麼好分析 這裡有一個壓力 啊這裡又有一個壓力 因為本身的 成交量是小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喔 比如說 這個 A主力 在這邊做 這個頭部 下來之後A主力就放 放掉了 這邊是B主力拉起來的 B主力就賣掉 掉到這邊 C主力拉起來 D主力 一個看軍線 一個看指標 一個看自身壓力 最終得到了 我們要 剛好跟他看到 一模一樣的東西 才有機會 那目前這檔 我就放棄吧 因為我覺得 分析太多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 上去每層都是壓力 除非說他是在D檔 D檔 還可以說嗎 D檔的時候 我開始說 可能跌到這個區塊 直穩了再做參考 或是做一個破底翻 目前他來到這個位階 一上去碰壓 一上去碰壓 這樣子 我覺得 我就沒想做分析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錯的 所以我就 點到為止 OK那起有吧 起有的部分 我們之前都一直在做等待 54塊的一個突破 那今天終於突破了 那他是少數幾檔那個 資安干液股 影片比較能夠長起來 之前 進場那個深銳是挺損的 那再看一下吧 有回測到54塊做直穩的話 你在做參考吧 先發生這樣子 簡單一點 當然啦 因為他前面的 會下一個壓力會卡那邊其實我透過 前方的我自己有點看不太懂 我看不太懂 比較能夠看得懂這一層而已 這這一層 之前這邊有講 OK那我們看下一檔 文頁 那文頁是說 我們看另外一邊 因為是問說有沒有機會做一個什麼 下飄期是不是 OK那 儘管啦 他真的有機會做下飄期的話 其實也 應該說 如果說你自己OK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這樣做操作 但是 我自己個人是沒有在做 我自己個人是沒有在做這個 下飄期的一個突破單 我沒有在做 因為我覺得他的這個 錯誤率太高了 對那這一 條線 硬要畫 畫這裡合理 畫這裡也合理 那畫這裡也合理 對那其實最合理的其實是 最合理是我剛剛換那條線的 就是說直接 直接 複製一條同等角度的下上角色線嘛 那 複製一條好像沒有辦法去對應得非常漂亮 大上對這裡吧 那你說會不會繼續做下飄期 然後因而想要在 這地方去做單的話 如果說是我的話我會自止你 我會覺得說假設你當初是在這地方做破底翻 那上面嘛有10%啦 有些賣嘛 OK那很合理很正確 那今天被打停損 就沒了 不要再凹了 不要凹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當然如果說你是別的想法說 這地方會不會卡住什麼 那 當然 如果說主力畫這裡 當然就在這裡 如果說主力畫這裡 或者是說 剛看了嘛 主力會不會其實是對應這裡 到這裡 又是不同的一個點 所以說你真的要去確定 當然第一個點一定是 等待日線結構的指紋嘛 這是最最加明確的嘛 那 我並不會把他當作是 這樣的一個結構 我反而會覺得說會不會他其實他的支撐並不是我們之前畫的 他可能更低一點一點 然後他這邊做一個破底翻 我反而會這樣去覺得 我這邊做破底翻或許就是一個全線的機會 反而會這樣子看啦 不過目前我沒有太大的想法 我不曉得怎樣才是一個比較正確合理的一個 看法 目前就在多觀察幾根 但我沒有 不想要去做一個 下面趨勢線的一個圖 下切形態或者是下飄期的一個單 我不想去向下接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講過 我們講過什麼東西 你畫一條線下來 畫不准 畫一條線下來 那會不會跌到這邊呢 跳下來 上去 跳下來 跳下來 你要怎麼做 你要放哪邊 就是那個 你的策略就會亂掉 所以說你有自己再研發出一套 但我現在就沒有 所以 我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讓我們看一下吧 那星之星 在 之前的 之前的那個就有講過 之前影片就有講過 我說 我最喜歡看到這種血流成合的一種畫面 就說大家認為說這一層是有支撐 哇 跌破 跌破之後反抽 然後這邊又有人被套牢 那最終最終 向下一砸 砸到支撐 就是我們看的 支撐 所以今天到了 但是呢 這也是蠻討人厭的 怎麼說 到了之後 又向上拉大概5% 不要講5% 4%好了 所以說 真的對他有興趣 你要多扛這個5% 那你停水應該放哪裡 放在170嗎 不合理 那放169 又只差一點 搞不好很容易就不摸走 這個一下被摸掉 就沒了 跌破 又往上拉 所以說 理論上 以一個 我不能說 這應該不算馬後炮 以我只是一個人現在看到 這個想法 我會覺得說 就放棄他 當然 當然 有可能他的位子是 守這裡 高一點 其實在173 然後呢 我可以去守 16 169 這樣看起來好像也是合理的 如果說你是劃戰的話 那我倒可以覺得接受 因為我們這次劃在170 170 那如果說你抬到這兩根高點 172 那以這一根跌破當作停損點 那其實也算合理啦 看自己的一個 想法是怎麼想 想法怎麼想 因為 他的空間剛好就這麼大 那他向 當然他 反 相對的他向上空間也大 他下 散到下一個壓力也有25% 也合理啦 5%對應25% 甚至6% 甚至好如果你願意用8% 1比3的盈虧比 8嘛 8比24 24% 也合理 但就看自己的一個想法 好那看一下 這是這一個 升級的 台藥嗎 之前這邊有做一個破底翻 上去 哇 又失敗 然後跌到一個 看起來不像到壓力的位置 直接又拉上來 那現在要做一個拉上來的結構 這個就是有點複雜啦 這個我認為他在一條平行線上面穿來穿去 我就覺得就 不用特別去看他 我不用特別去看因為我覺得他就變得結構上會變得很亂 對 我們看一下吧 OK 那相向曲線剛好去摸到 對那所以說 以我自己個人目前的一個觀點來說 在上禮拜我確實蠻漂亮的摸到支撐 這是不用質疑 那今天又卡到這地方來 所以我並不會做這邊突破的這種突破單 因為我自己觀察起來 蠻多做這種的 好像都死的蠻慘的 我自己觀察起來 因為我自己有在觀察那個 別人在做這個加密貨幣 死的蠻慘的我覺得 就他最後勝利 我也覺得這張有點凹啦 可能他的 坐在 蠻奇怪的 這邊進場 然後他停船放到這麼低 又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這一筆蠻奇怪的 這樣子啦 那 目前想法就是 對 這一層 有想法再說 那不然這一層一個突破回車吧 我這應該不會 考慮啦 除非這一層有那個 比較漂亮的插陣 那再說 或者就是 我非常喜歡 我們講過嘛 你一定會有非常喜歡的東西 要非常喜歡 那再說吧 就是你 就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 那種感覺啦 OK大家看一下這個 還是看不懂的這個 華星光 華星光連問了 原本上禮拜我還做分析 連問了N百遍 那 上禮拜我就講同一個東西啦 我說 你認為是 那時候禮拜四分析的時候 你認為是支撐 那你就做進場 你就做進場 那上禮拜四是這樣講 上禮拜我卡這邊的時候又有問 然後今天又問一次 那基本上我想法應該還是一樣 就你認為這邊 我畫起來 這個支支撐 那因為120支撐嘛 如果你認為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進場啦 就不用再問我 因為 你再怎麼問我 我覺得我還是 回到差不多的東西 那我還是 認為啦 如果說真的有機會長長長 可能頂多長到這裡吧 那可能又再掉下來 那當然這邊做一個W上去 這邊的右側會不錯 那但是大多時候啦 當然不能說百分之百 不過大多時候應該是會 長到這裡然後又 慢慢的緩跌下來 那 這個地方有 這種地方要做那種破體方 我比較會喜歡 想法是這樣的 因為 我對於認為擋個股 基本上我現在啦 除了以前在AI時代的時候有在 對廣達維創技家特別的眷戀 特別的執念之外 基本上我 到現在 基本上對每一檔個股都是 一視同仁 我只有對 現在的設備股 稍微喜歡一點 因為我自己分析嘛 自己分析覺得說他們是一個走一個族群性 那他們有機會的話我會比較願意把資金 灌到他們那個地方去 就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一些 想法這樣子 好那看洪康吧 那洪康是之前這邊一樣 我之前進到這裡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把 倉位給砍掉 然後後來又跑回到這裡 但是因為他的成交量真的是比較少一點 我平常他也不到1000張 所以他結構是有一些被改變 那270 這個位置仍然是支撐 但是我覺得 你可以稍微等等看看 就會突破295 因為270下 收盤到280 結構上 應該說支撐上一定是不好 那這張圖一樣啦 如果你學會支撐壓力 其實有時候 並不用等到 真的掌上去然後才來問我 你反而是 在他這邊打一個破題半的時候 你就會自己做觀察 比如說這一根嘛 你就可以自己做觀察 這一根 然後呢 你就在這邊建倉嘛 3月22 那 在今天不就是 有掌上去大概 2、3%這樣子嘛 對啊 OK 那全部講完了 那一樣就是蠻多 就是都還是有機會 對所以 看到這部影片應該還不錯啦 當然 我覺得 要回歸到 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覺得你可以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其實釐清之後 你大致上 已經可以贏過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有在交易的人 真的 如果說你的朋友跟你炫耀 他的 追戰單 或是說炫耀他 多厲害 或是說 他 什麼什麼之類的 說他買到什麼很厲害 那你問這些東西 你一問 他回答不出來 哇 死啊 這個人根本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 反正只會炫耀的人而已 基本上是這樣子啦 就是 問出 一問 你馬上可以回答出來 我就想問大家 你看到這個問題 你沒看第一部影片沒關係 你現在能夠 馬上 大概在 5-10秒之內 所有都回答出來的話 你是哪個派 你藏一下多少 用什麼工具 或是說你藏用什麼工具啦 那策略是多少 策略是怎麼樣 怎麼停力怎麼停損 你可以馬上回答出來 基本上你已經贏過80% 甚至90% 甚至95% 我講真的認真的 認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你都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那 這個就是 會覺得 投資這個機率遊戲 只要 市場還存在 然後我只做多嘛 我找到能夠做多的市場 那我就是 慢慢的一直做右車右車右車 那 始終有機會 慢慢把自己的 就是獲利慢慢滾上去 就這樣子吧 那蠻受用的 那 對 你可以去好好的 看一下這個問題 稍微 腦袋都蠻快速 就整理出來這些 但你要打 再細別一點 可能也有吧 再細別一點 可能說 你的策略有幾套啊 使用在哪個區塊啊 這樣子 你要用在牛市啊 熊市啊 或者猴市啊 可能都不一樣 不過基本上我很承認 我現在目前的策略只有一套 所以 因為牛市應該算 不是不能說百分之百到最好用 不過就是 稍微有效這樣子吧 好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掰掰 那要問問題都可以在 幾下留言啊 那 IG會有人失訊 我那我覺得 互利互惠嘛 那你要問問題 那你就在 影片底下留言啊 我覺得用影片去陳述 去訴說 我覺得也比較方便 因為IG其實 用手機操作其實 我覺得就蠻不好操作 你要截圖什麼 你要先丟來丟去丟去 就蠻複雜的 那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inhas 而且 我們下個影片 按下個osos 我們下個様子 求 газ